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1997年 两个穿紧身衣 留着长头发的老男孩组成的音乐组合 横空出世 第一张专辑就取得了70万张的销售佳绩 并在次年入围第九届金曲奖 最佳演唱组合奖 最佳新人讲 他们就是游秋星和颜志林 可能有人对这两个名字不怎么熟悉 但一定知道他们组成的动力火车组合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曾在节目中自爆 当年在助唱时的团名为 处男合唱团 团名虽然有趣 但颜志林表示 每次自我介绍都觉得很尴尬 改了几次名后才决定叫动力火车 其实两人在俊男美女遍布的娱乐圈 颜值并不占优势 不仅颜值没有优势 他们出道时 一个27岁 另一个28岁 在年龄上也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 他们依然凭借自己独特的嗓音 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动力火车时代 相差一岁的两人 海提时代便亦相识 当时他们也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五岁那年 游秋星在山间奔跑玩耍 兴奋过头的他 一不小心撞上了 跟着姑父出门办事的颜值林 并把他顶到了湖里 两人也从此成为了相伴一生的挚友 今年《动力火车》发布了新专辑 都是因为爱 为了打开专辑销量 他们上各大综艺节目宣传 万梗齐发的效果十足 成为了影片的点阅保证 两人坦言 退去偶像包袱后 粉丝的追踪数从17万暴增到46万 游秋星个人粉专人数 更是暴涨4倍 让他们惊讶不已 还说 以前比较害羞 有偶像包袱 那时候一直觉得这个工作很严肃 很怕讲错话 谐星的一面要隐藏 也不敢张牙舞爪 后来慢慢觉得 让大家开心 有什么不好 没想到也真的奏效 更是常常收到年轻粉丝的赞美讯息 让他们直呼 又在上坡的感觉 结婚三年的游秋星 也不会延导 自己会变得开朗 正是因为遇到了妻子 Jenny的缘故 她说 自己以前很自闭 对任何事都很严肃 快乐不起来 但只要跟老婆在一起 就没有压力 她带来了快乐 让自己很开心 放得很开 变得没那么严肃 却也因为放得太开 常常在家逗弄妻子 让妻子开玩笑地说 可不可以退货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对此 游秋星也自嘲到 像水饺一样 皮没有包好 露馅了 游秋星与Jenny在2019年订婚 而为了穿上好看的礼服 当时非常喜欢甜食的游秋星 忍痛忌口 努力运动配合饮食控制 终于在拍红纱照之前 瘦身成功 腰围少了两寸 她得意地说 那阵子我晚餐只吃水果 加上每天溅走一小时 原本试衣服时很紧绷的裤子 在拍照那天都松了 订婚前一晚 她自认兴奋之情大过于紧张 没想到仪式之前突然变得很紧张 但仍掩不住喜悦之情 整个早上都笑得合不拢嘴 订婚过程简单而隆重 两人依循习俗 准新郎准备了包括传统排湾族服饰的 六礼 聘金 金氏等送给女方家人 准新娘也一一为游秋星的亲友奉上甜茶 并娇羞地对游秋星说 老公请用茶 游秋星文言笑容更加灿烂 将茶杯交回给妻子的时候 心情虽然紧张 但仍坚定地表示 谢谢妻子愿意接受我 也谢谢爸爸妈妈愿意把妻子交给我 她的后半辈子我来照顾 我保证妻子会很幸福 之后两人接了交换信物 为彼此戴上戒指 他们的妈妈再分别帮她们佩戴金饰 完成了订婚仪式 游秋星透露 两人是竟由朋友介绍认识 初见面的时候 只是抱着多认识一个新朋友的心态 但自己第一眼就觉得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生 是可以继续联络的人 但一开始 她们只是常常会跟一群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直到差不多一年多之后 才真的开始追求她 此外 由于两人都爱狗 所以她们养的狗就成为了她们的恋爱小帮手 游秋星坦言 一开始都只是出去吃饭 后来我真的是鼓起勇气 才敢去问她 要不要一起去遛狗 之后又有一个奇迹 是因为她打排球扭伤脚 所以那个礼拜 我每天去她家 帮她带狗出去散步 就这样常常相约遛狗 后来慢慢的就在一起了 她还认说 妻子最吸引她的地方是她的内涵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生 她的妈妈也很喜爱这位媳妇 第一次见到对方的时候 就告诉儿子 这个女生很美好 你要好好保护她 爱护她 每次提到妻子 就满是幸福笑容的游秋星还表示 平时都是妻子比较照顾她 自己什么都不会做 出去玩也不会买机票 安排行程 都是妻子在安排的 她也坦言自己不够浪漫 并表示 我很想浪漫 但都不会做 只有生日会带她去吃饭 其他就不会想到 而她也是那种很容易体谅人的人 不会在意小事情 而在家休息期间 是夫妻俩难得长时间相处的时候 对此 游秋星笑说 因为见面机会比较多 在家打打闹闹 感情更好了 他们结婚当天 可谓是群星云集 陈家华 田富珍 曾国成夫妇等 近500名亲朋好友都纷纷前来参加婚礼 因为人太多 所以一共办55桌酒席 最后算下来这场婚礼 一共花费了近200万左右 宴席中途 Janny换上第二套绿色礼服 与游秋星再次入场 其中 游秋星为了让岳父岳母能够放心将女儿交给自己 还和岳父来了一个男人间的握手 之后 Janny的同学上台表示 Janny是运动健将 至今还是当年高中的记录保持人 是个名副其实的长腿妹 她笑问 Janny跑那么快很不好追 到底游秋星怎么追到她的呢 这时台下立刻有人回答 因为她是火车 这位同学还爆料称 两人一起遛狗遛了一年多 彼此之间都还保持着两条狗的安全距离 把他们这些好姐妹给挤死了 幸好最后游秋星还是展开行动 有了好结果 严志玲也上台致辞 朋友之前介绍Janny给我们认识 当时就觉得她是个很阳光 让人感到很舒服的女生 只能说是惊为天人 硬要说她的缺点的话 就是身高吧 可惜我已经结婚了 只能便宜了游秋星 很高兴有Janny的出现 这样秋星就不会烦我了 不然我们认识了快50年 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工作 一起打球 做什么事她都黏着我 其实也挺腻的 但也可想而知 她是多么专情的一个人 很开心两人可以走到现在 也希望他们的进度可以快一点 不然像现在去女儿学校开同学会 我都是年纪最大的家长 最后祝福他们能够甜甜蜜蜜 长长久久 结婚之后的游秋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罕见吐露自己曾深陷低潮 在2004年得到金曲奖后 她宛如中了魔咒 工作量锐减 没发专辑 因而感到焦虑跟忧郁 饭也吃不下 一度瘦到50公斤 在那段时间 她总是半夜 常去找颜志林聊天 她表示 有时会一起开车出去 有时就只是坐在车里聊天 希望有人陪我就好 也因身心状况 食不下咽 偶尔还会靠打点滴来补充营养 而颜志林也发觉 游秋星不对劲 她身体消瘦 脖子变得超细 本来想找她去打球 让她心情好一些 但因为对方吃不下也睡不着 在烈日底下运动后 脸色变得苍白 她回忆道 那是我看过秋星人生脸最白的时刻 后来她还突然昏厥 吓坏了众人 那时医生也说 游秋星的眼神无法对焦 应该是生病了 但幸好 后来她认识到现在的太太 就像一贴良药 让她恢复了活力 为此 游秋星还特地创作 二月这首歌献给太太 在谈到自己的良衣老婆时 游秋星甜蜜地说 她很活泼 也喜欢幽默的顶嘴 不用说想要怎样改变我 她是很有正能量的人 但她也透露 交往初期 常被岳母圈分手 因为担心演艺圈复杂 但她没有放弃 希望能靠行动打动岳母 而一段时间后 妻子也私下透露 她被岳母称赞 老实又实在 成功获得了认可 游秋星与妻子的生活 美满幸福 颜值林与老婆的生活 也是平淡和美 2002年10月 在第九章专辑 MAN诞生的同时 颜值林和女友 也顺利步入婚姻的殿堂 并在婚后 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家人感情深厚 她透露大女儿住校后 小女儿很舍不得 这是因为姐妹俩以往都会聊天 而且同睡一间房 少了姐姐之后 妹妹觉得比较无聊 颜值林非常疼爱女儿 特别叮咛大女儿住校 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希望她在外好好照顾身体 女儿也分享了她在校的作息规律 无法赖床 甚至还限制手机使用时段 颜值林意义起大女儿住校后 第一次回家 她问大女儿有没有想爸妈 奇料大女儿竟直接回答 没有 我比较想我的手机 让她哭笑不得 但感情生活顺遂甜蜜的游秋晶 近日却在节目中爆料称 自己这段时间突然收到同事手机号发来的短信 让她回复里面的链接密码 她没多想就点了进去 结果手机立刻中病毒 原来同事的手机早就中毒 而她的社交账号也因此被封锁七天 除此之外 她还曾多次遇到别人借钱不还的情况 碰到遇到困难的人 她很难拒绝对方 还体贴地说慢慢还也没关系 结果对方就一直拖着不还 现在欠款已经积累到百万 让她非常无奈 而颜值林则在旁调侃 以后游秋星唱悲伤的歌曲时 可以在面前放一捆钱 一看到钱就难过 更容易表达出悲伤的情绪 游秋星现在正是需要钱的年纪 52岁的她不再年轻 很容易出现健康问题 更关键的是 如果婚后有生孩子的计划 她还要赚孩子的奶粉钱 不过 幸好现在动力火车 仍在娱乐圈里努力工作 除了发布新专辑 她们还会开演唱会 今年是动力火车出道的第24年 她们在节目中曾谈及在音乐路上 坚持下去的动力问题 对此游秋星表示 第一我喜欢音乐 第二是歌迷的支持 曾经有人问我们可以唱到几岁 70岁 我回答可以 前提是有歌迷朋友喜欢听我们唱歌 而颜值林也附和说 歌迷朋友的支持是最大的动力 就想要回馈他们 所以也希望动力火车组合能再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